話說我們兩個灣仔地頭蛇 其實都經常四處找食物 這次我們就聽朋友說 長山環有間茶餐廳 很有情調的 它就是八月茶室了 上Open Rines 看了一下 很可惜是暫時沒有太多這間茶餐廳的資訊 不過既然我們的朋友這麼極力推薦 相信他一定有個人之處 果不其然 這間餐廳的裝修非常之特別 天花板掛著一排排的金絲燈籠 而兩側的裝修都很有意思 是月上的變化 而且還是立體的 可以見到老闆真是樂足心機去裝修店面 未吃都已經非常之期待了 這次由於Open Rines 給不到我們作為參考 我們就根據朋友的推薦 叫做炸雞腿沙律 鐵板銀牙肉絲炒麵 酸菜魚 和石窩板燒上級牛肉飯 野餐方面就叫做龍鳳七氣和菠蘿冰 等我們先嘗嘗究竟好不好吃 首先就來講講這個炸雞腿沙律 一上台就聞到很香的味道 而且有整隻手這麼大 顏色方面看起來好像比其他炸雞腿的顏色更加深 一吃下去就吃到一種熟悉的味道 是M級脆香雞翼的味道 但是它的肉質更加嫩滑 雞皮更加脆 而且沒有明顯的雪味 超級好吃 好值得推薦給大家 而這個沙律 就是沙律醬混罐頭水果 加一些新鮮的水果 沒有什麼特別 跟著就來講講這個 鐵板銀牙肉絲炒麵 這個炒麵上台的時候 醬汁和麵是分開上的 要自己倒下去 麵外面看起來就好像很乾 但其實裡面的麵是很軟熟的 有兩種口感 這個銀牙肉絲煮的時候 是有勾芡汁的 所以都比較稠一點 味道就比較清淡 應該都沒有太多的調味料 重口味的人士就比較不適合 跟著就講一下這個 石窩板銷上級牛肉飯 上台的時候 是用一個石窩裝著 而這個石窩 可以保證你吃飯到最後一口都是暖的 裡面很漂亮的放著 六塊很大塊的牛肉 飯的份量也很足 中間放了一隻溫泉蛋 是用來混飯吃的 牛肉很有牛味 很容易咬得動 滴汁甜甜的都蠻好吃的 配上這個溫泉蛋 購飯吃真是一流 跟著就來講一下這個酸菜魚 它的碗本身已經很大 還要是滿的 金黃色的湯配上辣椒和花椒 再加上有人的酸菜和大塊魚片 真是望落就食指大動 雖然因為本人不太能吃辣 所以覺得湯底有少許蔥喉嚨 但之後蔥出來的酸味 又完全平衡整道菜的味道 裡面的蘆筍和薯粉也很入味 魚肉也很嫩滑 而酸菜配飯也一流 這裡的老闆說 他們專門找了酸菜師傅來做 如果想加辣也可以 這碟酸菜魚極力推薦 講完食物 我們就來講一下飲料 首先就是菠蘿冰 叫作菠蘿冰 它又真是半杯都是菠蘿 雖然應該就是罐頭菠蘿 但勝在夠多 混合雪碧 叫一杯享受也不錯 接著還有這一杯龍鳳七起 這一間的鹹青檸是自家製 配上雪碧 鹹味和甜味相得抑將 加上滿滿的冰 一個字爽啊 值得一提的是 這裡的老闆和視應都很好 超級nice 上菜和收盤的速度都很快 還會偶爾和你聊兩句 價錢方面 炸雞比沙律餐是42元 鐵板銀牙肉絲炒麵是58元 石鍋板燒上級牛肉飯就勝為72元 而算菜圓就78元 加8元就可以有一杯龍鳳七起 或是菠蘿冰 這間餐廳是長沙環圓州商場附近 由長沙環地站C2出口 尊過圓州村就到 看到我們推薦都想試的話 就快點去啦 按摩 小沙環 草環圓